有不少连续剧为了要抓住观众的心呢 常常会安排剧中人物生病的桥段来赚人热泪 或是增加紧张的气氛 但是呢却可能因为编剧的医学尝试不足 闹出了笑话 主观署就委托了世新大学调查 从2011年2001年至今呢 本土剧里面最爱演的疾病 包括了癌症啊 忧郁症啊 以及艾滋病等等都上榜了 所以特地成立了网路未教粉丝专业 要编剧有问题尽量问 不要误导大众 我 女儿他是 HIV的感染者 一听到朋友小孩得艾滋 陪看病的人吓坏了 以为自己就要被感染 但还好下一幕 握手 拥抱 甚至用同一个杯子 不小心喝到他的口水 这些都不会感染的 因为患者他们的口水 眼泪 汗水都不具感染性 主角佑胜化身老师 把艾滋病的基本常识 从头讲一遍 这才让大伙松一口气 但剧中当事人母亲 担心病毒感染给其他人 拼命消毒 甚至避免小孩接触给其他人 看在专业医师眼里 其实根本没必要 其实艾滋病毒感染的血液和体力 其实也是一样 大家都是按照一样的标准来处理就好 并不需要特别视为风水猛兽 因为他其实并没有真的这样子的传染性 就是担心有编剧 没考证清楚 把错的病情资讯全写进剧本里 误导民众 机关署委托社新大学 调查近十年来本土剧最爱演的疾病 有癌症 忧郁症 艾滋病等等 在脸书成立健康平台粉丝专业 要编导有问题 尽管问 三年来提供了一百多部戏剧 正确的卫教资讯 但只有两百多人来按赞 加上三年计划期限 又快到了 正准备检讨成果 如果整理效益无法达标 这平台很可能会就此消失 邮电TV陈屯于吴登丽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